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上好 Howard Chen 周一在阳光普照的矽谷 一个日本超市前跟大家来报导 世界焦点财经 通常谚语是美国打个喷嚏 全球的金融市场就要维持感冒 今天清晨刚好相反 那就是中国打个喷嚏 全球的商品市场commodity 因而就要维持感冒 今天清晨上海地区宣布鸳鸯市的封城 那就是浦东跟浦南 由27号到4月1号封城 进一步浦西4月1号以后 有四天的封城 所以这种鸳鸯市的封城 造成商品价格很大的变动 因而进一步的 主播我要提醒你 中国的经济力量 已经不能够同日而语 如同当年的吴夏阿蒙 有三点观察工作里的参考 因为上海大都会地区 lockdown之后 能够造成今天金融的波动 第一个石油价钱 大跌10块钱 9个percent 因为整个中国28个省份 各个地区有很多地区软性封城 因而对于石油的需求下滑 进一步 当然整个的活动就降低 进一步对石油的需求也大跌 因而油价大跌10块钱 哇 希望这样的解释 你能够满意 第二个 不仅石油的价钱大跌 黄青的价钱 也一样的大跌30块钱以上 哇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交易量突然拒减 大家都躲在家里面 因而中国是整个黄金 最大的需求国 因而黄金的交易量下滑 黄金的价钱大跌30块钱 第三个 Bitcoin就突然大涨3000块 因为Bitcoin是一个避险工具 所以当lockdown的时候 当然在家里吹 所以这也非常的make sense 三个价钱摆动波动之大 石油大跌 黄金大跌 Bitcoin却是大涨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敬畏上帝的 无论大小 上帝一定赐福 希望在四局变动当中 上帝给你聪明 有智慧 持续地祝福你 布局今年所有的财务理财 愿上帝赐福你 度过这一段很大的波动时间 Howard Chen 陈少豪 周一在阳光普照的日本超市 跟大家来跟你报导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